联合书院到访杰出学人讲座得以举办 时有赖于书院基金会支持 在基金会的资助下 书院得以邀请世界知名研究学者到访香港 与本院师生会面及分享研究所得 今年联合书院非常有幸能够邀请到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成员从教授到访 并主持讲座 相信各位早已拭目以待 事不宜迟 下面请我们邀请邓亮生教授 为大家介绍陈元崇教授及其讲座 邓教授是香港中文大学化学病理学系教授 现在有请邓教授 谢谢大家上午好 我很荣幸今天在这里为大家介绍陈教授 陈教授在台湾大学医学院毕业 然后在Colombia University拿了PhD 然后他就是在美国做遗传学的医生 然后也做教授 他在Duce University做到这个系主任 然后就在2000年回到中研院 做这个生化所 这个Institute of Biomedical Science的所长 这些理力也不可以反映陈教授在研究 这个遗传学 他的成就 中国古代有四代发明 你们都知道 对 陈教授在这个遗传代谢病上面 也有四代发明 这四代发明 也是很重要的四代发明 我们现在回去看一看 1980年的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基因 这个倒是这个 比如说今天的话题 是一个糖原内疾病的基因在哪里 他就发现这个基因 所以我们今天 就可以用这个剂料做诊断 然后这些病人 也有这个血糖低的问题 陈教授就叫我们 用玉米淀粉去做治疗 所以他就第二个发明 那么第三个发明 他觉得我们现在 在病人发病之后 才把他诊断太慢了 所以他就发明 用生生婴移 这个screening newborn screening的方法 去把这些孩子有病的话 初生的时候 已经把他找出来治疗 然后他第四个发明 更厉害了 就是他看我们治疗效果不好 所以他就发明一个药 就是我们现在 今天在常用的 这个煤这个替代疗法 这个煤替代疗法 这个发明呢 这个影响比较深远 所以呢 他这个内容 已经改变到一个 Hollywood的电影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 因为我知道 因为这个版权的问题 我们不可以在播放这个整个电影 但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一个家庭 有两个孩子有病 然后差不多死了 然后这个爸爸决定了 这个家庭的爸爸决定 他就CEO也不做 他去做木砖 木砖了一个foundation出来 支持一个科学家 就研究 发明一个生药 Havison Ford就是做这个科学家 但是Havison Ford跟陈教授 都不像这个白人 这个中国人 所以我们说应该找 楼德娃或者 谁来做这个找事 你看这边人 都是用夫妻机 对 然后也是用这个 也要用这个 因为它是很容易 去走路 在这个车里 当然了 他们跟实践竞在 因为 因为 小孩可能会死 在几个月 所以他们要发现这个药 然后发现这个药 然后过程之中 也要到跟药厂 这个manufacturer 有很多这个争议 他们商议的利益 然后 有很多这个小故事 当然最后的结局 也是一个好的结局 他们成功的把药 用到病人身上面 然后这个病人 这个稳定下来 这一套就是 extraordinary measure 所以我们今天有幸 陈教授在我们中间 然后他帮我们解 说一下这个movie 背后这个很多的故事 然后我们这个movie 我请了陈教授 也送我们一套DVD 我们会存在图书馆吧 好 那么 现在各位 请跟我一起 乐乐的欢迎 陈运琼教授 谢谢 谢谢Nelson的介绍 那首先还是要再次 谢谢学院的邀请 我非常荣幸能够到这里来 第一次到那个中文大学 然后跟大家谈谈一些 我从实验室做了研究 然后带到临床上 然后不晓得怎么了 又变成一个 那个Hollywood的一个movie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讲了 这个movie 这个英文名字叫做 这个 Extraordinary Measures 那在台湾的话是 在台湾的话是 有一个中文的名字叫做 爱的代价 这个movie是去年 在美国 所有的theater首映 就是说 第一次公开 在theater演出来这样子 但是这个movie 它在theater里头 大概是last的 差不多两三个礼拜 那个因为卖座不好 就是说看的人不多 就就就就 后来就没有再演了 但是这个movie 它的DVD 那个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 主要是这个DVD 都被学校买去 当作一个teaching material 那这个movie 各位晓得 Harrison Ford 跟那个Brandon Fraser 他们主要卖座的电影 都是 action adventure的movie 但是这个不是 不过他们 这两位 大明星 愿意来演这样的 一个 故事 虽然是不赚钱 但是是唤醒很多很多 大家对这个病的认识 所以我个人还是 非常非常感激 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 来拍这个电影这样子 刚刚各位看了一下 那个movie的clip 那我简单地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是 有一个 爸爸 他 他们 他有两个 小孩子 有这个病 有这个病 这个病叫做 Pompe Pompe disease 那 OK 就是这里 那个Pompe disease 那这个是 一个非常非常 罕见的 疾病这样子 那我想 各位 除了你看到这个电影以外 你大概平常的话 就是没有听过这个病 那没有看过 这样子的一个病人 但是 我们今天在场的话 其实是有香港的几位病人 在这里这样子 那 各位如果想多了解这些疾病的话 我们等一下可以请教 请教他们 这个故事 就是因为父亲 有 一个 有两个小孩子 一个女的 一个男的 那个 小孩子 有这个病这样子 那这两个小孩子 都是我的病人 那是我在当初 丢个大学的 病人这样子 那 当初 我们诊断了 这两个小孩子 有这个病的时候 有 我们那时候 正在开始 在做一个 临床试验 就是说 我们要test一些 我们发展的药 看看有没有效 这样子 那他们知道了 那个 这个消息 就很希望 很希望 就说 我们 他们 两个小孩子 也可以 也可以参加 这个我们的临床试验 因为这个病很严重 如果不治疗的话 那个 是 非常非常严重 要靠呼吸器 那不能走路 要做 做轮椅 这样子 很可惜的是 我们没有 当初 我等一下会跟各位讲原因 没有办法 接受他 这两个小病人 到我们的临床试验 所以 这个爸爸 他非常非常地失望 非常非常地失望 而且是 因为他晓了 这个病的严重性 这样子 所以是 就是说 是很绝望的 那他不了解说 为什么 我们不能够 照顾他的两个小宝 OK 那 他问了我的原因 那我主要说 跟他讲说 做这个药 很困难 很困难 要花我们很多很多时间 做这个药 我们目前的 药的量 很少 很少 不够 给更多的病人 这样子 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其实是 是 well-educated 爸爸他是 律师 他是Georgetown的 low school的毕业的 然后 他又到 Harvard 拿了一个 MBA OK 所以他是 well-educated 但是well-connected 那当初 这两个小孩子 被诊断的时候 他是在药厂做事 他是在 Bristol Miles 做事的 他是一个 business executive 就是相当高的 一个 年轻 但是他就懂很多的 他说 他就说 我要你如果说 治药有困难 他说 他来帮我 帮我 做这个药 这样子 OK 所以 他要我 出去 出去跟他一起 开个公司 然后他来帮我 做这个药 这样子 那我是 各位晓得 我是一个 大学的一个教授 我想那个 开公司 跟我的 兴趣 就说 我不晓得 怎么样开公司 我只懂得 在实验室里 做我的研究 这样子 所以 我后来是 没有跟他出去 开公司 这样子 OK 那电影里头 讲的 提到的时候 是 就是 有一个scientist 后来是 真的是跟他出去 开公司了 OK 那 这里有提到 就是说 他这里有提到 就是说 所以他们出去了 成立了一个公司 那 那 究竟这个 新药的实验 能不能成功 OK 那我想要跟各位 提的 就是 要发展一个新药 是困难 重重这样子 各位晓不晓得说 发展一个新药 平均药 平均一个新药的话 要花多少钱 要花多少时间 各位可以 猜猜看 那个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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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均的话 大概是 800 million 到1 billion US dollar OK 所以是很多很多的钱 这样子 那平均的话 大概要 15年的 时间 才有一个新药 能够发展出来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是很困难 很困难的 那即使是这么多钱 这么多时间 滑下去 各位 晓不晓得说 一个新药的 开发的成功率 成功率 有多 有多高 有多低 就是说 如果你 发展100个药的话 有几个药会成功 两三个吧 两三个 那有没有 还有认为说 100个药中间 有几个会成功的 其实我要跟各位看的是 success rate 是0.01到0.02% 所以这个就是说 5000个到1万个中间 才有一个成功 这样子 所以要发展一个 新药的话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刚刚提到 就是说 平均的话 现在的话 average allocate 那个cost per drug 是800 million 到1 billion US dollar 那average 是要15 years 所以这个是一个 very very challenge的事情 如果我当初知道说 要花这么多钱 花这么多时间 成功率那么低的话 我可能就不敢 做这个药了 那当初 我是在实验室里头 我根本不晓得这些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要发展一个药 我们要救病人 这样子 好 我现在要跟各位 带回来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新药发展的 那个一些过程 然后我也会跟各位 再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 这个会有这个 电影这样子 那 我主要要先各位 先 回溯到 六年前 就是 Friday April 28 2006 这个是美国的时间 是下午 两三点钟的时间 那 我那时候在台湾 所以台湾的话是 礼拜六的半夜 差不多两点钟的时候 那时候 我被一个 overseed的一个电话 吵醒 吵醒这样子 那 打电话的是 就是 这个公司 负责发展这个 最后发展这个 药的公司 叫 Jenram 他的medical director 他主要打电话 告诉我说 好不容易 我们这个 发展的 要被 美国的 FDA 通过 说这个是 可以到用到 正式用到 病人身上 这样子 那各位晓得 这个是礼拜六 半夜 两点钟 所以 我听得 大家是非常非常高兴 但是 但是我实在是太累了 所以我就又 又睡着了 那后来有几个电话 我就没有接了 那 但是 我后来 第二天 第二天早上 我 跟大家一样 我就上了那个 Google 去做一个search 而且我发现有 一共有 超过 一百七十个 就是 report 报导说 这个要 被 approved 这一百七十个 就是 包括 那个 美国的各道报 包括全世界 很多的报纸这样子 那我个人是 非常非常的 surprise 因为这个病是 很少 很少见的病 那 为什么会 引起这么多 这么多 那个 就是 medium的 那个 注意这样子 那其实这个 药的 那个 上市 它是有一个 有一些很重要的意义 第一个是 它是 first ever treatment for pompe disease 这个病是 非常非常严重 我等一下跟各位 看看说 这个病的 严重性在 在哪里 然后它这个是 first ever treatment for any genetic muscle disease 各位晓得 有很多 很多genetic muscle disease 都没有治疗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有治疗的 其实这两点 这个我都知道 我不知道是这个 它是 first product approved that can be used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based primarily on the clinical trial generated from children 各位晓得说 做人体实验 通常是 一个新药的话 都是新会 在大人身上做 因为 小孩子比较宝贝 所以都是 在大人身上做 做完了以后 然后再用到 看看可不可以用到 小孩子身上 但是 我们在做 临床实验的话 在这个病的话 我们主要是 做小孩子 那小孩子做成功的话 我们再做一些 大人这样子 所以它 approved的话 大部分 大部分的data 是从小孩子身上的 那 所以我想是 这几个原因 是为什么有 那么多的 全世界newspaper medium的report 这样子 超过170个 但是 这个report 包括中国的新华社 包括 还包括香港的 那个苹果日报 但是 台湾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报纸 报道 或者是新闻台 报道这个 这个消息 这样子 那 我们也觉得 很奇怪 不过 各位晓得 台湾的 那个 新闻的话 它只报道 这些 colorful的事情 像这个东西 这是没有人知道的 没有人听到的事情 他们就不会报道 这样子 但是我们是觉得说 在 这个药的发展 在台湾是扮演了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角色 第一个就是 这个 invention of the key technology and worldwide pattern on the method treatment 这里头我们有四个人 其中两个是从 包括我自己 是从台湾 那个 土生土长 然后出去 所以是台湾是在 整个一个 technology development 是很重要的一个 role 那 那 第二个是 那个 industry的 的 的 sponsor 各位晓得就说 我们是在学校 在学校里的话 我在那时候是在 Duke大学 在学校要发展 这个 这个要是 如果没有 产业界 industry的帮助的话 是 不可能的 OK 我们不能够只靠 靠 这个 Grant 来做这样子的 新药的发展 这样子 所以当初 帮助我们的是 一个 台湾的一个公司 叫做 在台湾 它是叫做 China Synthetic Robber 是一个 橡胶公司 这样子 不过他们有一个 subsidary 是在 投资 在药方面的 那 除了这两个 因素以外 台湾那个 在这个 整个一个 临床的研究 贡献了很多 像最后 最后重要的 一个 临床的试验 是 在欧美以外 台湾是 唯一的一个 clinical site 这样子 然后后来 台湾也发展 那个 Newborn Screening 因为有了治疗 我们就要 早期诊断 这样子 所以 当初 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是 李远哲先生 他也到过 贵校来 做过 演讲 他是说 既然 这个 新药的发展 在台湾 有很多的 贡献的话 我们 应该让 台湾的 媒体也知道 这样子 OK 那 所以 李院长就 开了一个 记者招待会 这样子 那这记者招待会 就开始 就 报纸上 就开始 报道的 那其实 其实 报纸上 他们 最有兴趣的 还是这个 他们 因为 在台湾的话 还是 就是 金钱 权力 这些 或者是 很colorful的 消息 他们才有 才有 兴趣 报道 这样子 不管怎么样 那至少说 台湾有一些 报道了 好 那我再回来 跟大家 多了解 这个疾病 这样子 OK 这个疾病 可以发生在 任何年龄 这样子 但是 最严重 最严重的 这个 这个疾病 这个 蓬佩的病 是发生在 小baby 他们出生的时候 看起来是 还很正常 这样子 但是很快了 两三个月的时候 就开始 有一些症状出来了 那通常就是说 他应该 两个月 头应该抬得起来 他头没有办法 抬起来 然后 那个 就是 看起来就是 比较 就是 没有力量 OK 然后就是软绵绵的 一个小baby 不过所有的baby 都是软绵绵 所以 通常 通常那个 父母亲 也不会说 这个小孩子 有什么问题 这样子 这个病 是 缺少一个 anzyme 这个anzyme 是叫做 是在 lisosome里头的 一个anzyme 是acid alpha glucosidase 那各位 等一下可以看到 我都用GAA 来代表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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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zyme 它这个 anzyme的 function 主要是 振动 这个 d 如果没有 这个 GAA 的话 你的glycogen 就 accumulate 那主要是在 muscle 跟 heart 里头 我晓得各位在这个以前没有听过这个病 那当然不要说说看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但是我跟各位讲说 如果你看到这样一个小baby的话 我相信你一生中你不会忘记 各位可以看到这个小baby 他就是非常无助的一个表情 他整个身体是软绵绵的 就是说整个肌肉是非常非常没有力的 然后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很弱 他也吞东西也有问题 所以要用胃管 然后他呼吸 呼吸也是要靠肌肉 就是呼吸的肌肉 他也没办法呼吸 所以他要靠氧气的帮忙 甚至呼吸气的帮忙 所以这样一个小baby 虽然是他们没办法怎么样动 没办法说 没办法说话 但是他们的神智 他们的conscious是clear 所以如果你要抽血 你要打针的时候 他会睁开眼睛 他会看着你 他会觉得痛 他会觉得痛 各位晓得正常一个小baby 你要给他抽血的话 他就哇哇哇哇的哭 动来动去 这些小baby的话 他很弱 他没有办法哇哇哇的哭 他没办法动 但是他会看着你 他会觉得痛 他会看着你 那个无助的表情 我相信各位如果看过一次的话 你们不会忘记这样子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临床上 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小baby 我们觉得说 如果我们要花时间 去发展一个药的话 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 我们要救的那个小baby 那各位我晓得 那biology的话 那个或者生化里头 晓得就是说 在那个cell里头 有一个叫做lisocon 那lisocon的话 就是类似那个garbage cleaning的一个apparatus 那很多很多的细胞里头 不用的东西 就会到lisocon里头去 然后在像glycogen也跑到lisocon 然后到lisocon的话 就需要这个GAA去breakdown 如果那breakdown变成glucose 然后glucose的话可以recycle 可以再利用这样子 但是这些病人的话 他没有这个GAA 所以他没有办法做recycling 然后他一直accumulate 很多很多的glycogen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病人的肌肉 在显微镜可以看的 这是邓教授天天在实验室里 他会看到这样子的 小baby的一个现象 正常的肌肉 正常的肌肉像那个铁路的 铁路的轨道一样 也是很有规则的 所以正常肌肉应该都是一条一条的轨道 密密麻麻的轨道 但是这个有病的那个病人的肌肉的话 虽然是有一些轨道还在 但是大部分都已经不试了 大部分都被这个glycogen取代了 所以他没有正常的那个muscle的 应该有的方向这样子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 这个病可以在任何任何的年龄都可以发生了 所以我们有在小baby的时候就发生了 也有在大人的时候才发生的 那刚刚听说 香港最近有一个病人是50岁 已经50岁的时候才开始有症状这样子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最后的那个都是 如果没有治疗的话 最后都 不管你是在成年人发生的话 最后eventually的话就是 越来越严重这样子 然后要不能走路 要做轮椅 然后呼吸有困难 要用呼吸器这样子 如果发生在小baby的话 最严重最严重的小baby的话 90%活不够一岁 OK 那几乎是100%在两岁以前就过世了 OK 那个是最严重最严重的 我们叫做 infantile onset Pompe disease 所以它是一个相当相当 如果发生的话 它是一个very very short 那death usually occurred in the first year of life 所以我们当初怎么想说 怎么样治疗这个病呢 那各位晓得就说 在那个 所有的protein 是我们的gene 来制造这个protein 那在这些病人的话 他的GAA这个gene的话 它是有mutation OK 所以它有mutation 它就不能够制造 那个正常的protein OK 那 所以 当然我们可以说 那我们就把一个正常的 GAA的gene放进去 就是现在讲的 gene therapy的一个approach 那另外一个话 既然的话是protein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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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ing 或者是 没有function的 那我们可以 就是说 我们去replace 一个正常的 这个 GAA GAA进去 这样子 那 我们开始做 这个research的话 是20年前 那时候 gene therapy 还是 very very infancy 那即使到现在 gene therapy 还是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我们来做这个 把这个 enran 做成一个药 OK 然后把它 给回到病人身上 那看看是不是能够改善 这些 病患的情况 这样子 这个是在 1990的时候 我们开始 想做这个 这个药 OK 那我们的approach 刚刚提到 就是说 我们的是 要做 把这个 enran 做成一个药 那这个 这个approach 叫做enran replacement therapy OK 但是我们在看 1990年 我们想做这个 这个药 把这个enran 做成这个药 但是我们在看 过去 其实有很多人 都已经尝试过了 在607080的时候 都有人尝试过了 来把这个enran GA 做成一个药 但是很可惜的是 所有的这些 早期的实验 都失败了 都失败了 但是失败的话 我们可以学 为什么失败 那失败的原因的话 那其实是 这些做出来的药 的enran 都是 taken up in liver but not in heart or muscle 各位晓得 这个是一个 muscle的病 是在 是在我们的 全身的肌肉 包括我们心脏的 肌肉的一个病 不是在liver OK 所以如果你打进去的药 都跑到 liver去的话 你没有办法 治这个病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就要想说 如果我们要成功的话 我们一定要 有一个办法 就是说 把这个药 做到能够让 我们的肌肉 我们的 skeletal muscle 我们的 heart muscle 可以recognize 这个药 然后把这个药 taken up taken up to the target organ 所以我们想就是说 过去的失败 但是就是说 主要是因为 做的药 做的药没有被 做的药没有被 target organ recognize 那如果我们要能够成功的话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方法 是做出了药 能够被这个 muscle 或者heart 去 taken up OK 所以我们当初看的是 怎么样做这样子的一个药的话 就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看 有一个更有效的 我想各位都晓了 就是说 要使一个compound 进入到细胞的话 如果用receptor media的话 endocytosis的话 是会更efficient的 那这个更efficient 但是我们看了所有的 那时候 90年初期的时候 说已经知道了receptor 其实只有一个receptor 只有一个receptor 是在那个muscle里头的 heart里头的 这个receptor就是 mino 6 phosphate receptor OK 那当然这个receptor的话 在liver也有 在其他的organ也有 但是这个主要的 heart跟muscle 在pombe disease里头 它是有的 其他的话 都没有在 heart跟muscle里头 所以我们当初 唯一说我们能够target的 就是mino 6 phosphate receptor 所以我们制造的药 就是希望它能够被 mino 6 phosphate receptor receptor recognize 然后internalize 然后到那个muscle里头去 这样子 OK 好 我想那个 我用就是说比较快的时间 讲过这些 就是实验的那个detail OK 因为我们想 大家想听的就是电影里头 背后的一些故事 这样子 那当初也知道就是说 这个GA它是一个glycoprotein OK 它其实它是有这个phosphorylate minos 那是经过这个phosphorylate minus 的话它可以导向到 lisosome里头去 但是有兴趣的是 到了lisosome以后 那这些红点点 红点点是代表这个phosphorylate minus 就已经不见了 那所以过去说 为什么不成功 是如果你拿 整个cell 整个organ 去要purify这个 要做这个enzyme的话 因为大部分的enzyme 已经是没有这个minosome phosphate OK 只有少部分呢 是可以secrete到medium里头 那这个是还带有 这个红点点的 就是它的 就是那个receptor 能够recognize的标志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要learn一个lesson 我们如果要 要做这个药的话 一定要是从 那个medium里头 不是在intracellular里头 这样子 OK 所以当初的hypothesis 其实很简单 如果我们能够 能够做一个药 这个药的话 是一个high optic form的话 那我们应该那个 correct muscle pathology pompy disease OK 就是 就是说 透过这个muscle的receptor 然后如果是你这个药 能够被这个receptor recognize的话 你就可以进入到muscle cell里头去 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 就是说当初的一个想法是 很简单的 就是说我们要 target minus6 phosphor receptor 所以我们要做的这个药 一定要带有 phosphoryless minus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key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 一个很straightforward的一个hypothesis 但是我要跟各位看 我们是从1991年开始的 那刚刚前面的slide是2006 这个药才被approved 所以我们一共做了15年 花了15年的时间 这个药才能够最后用在病人身上这样子 最早的话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药 要产生这个药的方法 OK 那我们就想就是说 我们让细胞来帮我们产生这个药 然后我们让这个药能够跑到细胞外头的medium里头 我们去collect这个medium 然后去purify这个炎子 然后把它做成药这样子 那各位晓得就是说 你做出来的药的话 在人体试验以前 第一个你要看看 这个药是不是在体外有效 再来的话就是说 在人体试验里头 你要看看说 在animal model 有没有效这样子 OK 所以在这个人体试验以前 各位晓得就是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是在做preclinical的一些development 我想这个跳过去就是说 我们后来是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大量生产这个药这样子 OK 那这个我们就跳过去 那这个是主要看这个 我们是用一种细胞 这个细胞是叫做 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s 其实我们是试过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细胞 包括bacteria 包括east 包括很多 mammalian cell 然后最后发现是 这个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 是最好能够产生大量的 而且是biologically active 而且是带有那个我们要的marker这样子 那选这个Chinese hamster ovary cells 可以做这个药这样子 那我们要看这个做出来的药 是不是在体外能够有效这样子 那这个是跟各位讲 就是说没有错 这个药在体外是 在体外的细胞是有效的 但是我要跟各位看看就是 在人体试验以前很重要 就是说你要看看 看看那个animal 在动物模式 animal model里头 是不是也有效 那我想的各位现在都知道 就是说你如果要做一个animal model的话 是小老鼠最好 你可以knock out any of the gene you want 你可以knock out GAA gene 然后你有一个mouse model 但是这个是在1920年去 所以那个technology还不是 就是没有成熟 其实那个technology是 刚刚有人在开始在develop 所以certainly是那个 就是那样子的mouse model 是没有存在的 所以我们在想就说 是不是自然界里头 也有一些animal是有pompe disease的 结果我们发现有两种 一种是在澳洲的牛 澳洲的牛它有这个病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种是 在日本的那个Japanese quail 有这个病这样子 我们后来选择的是quail 因为牛太大了 那个要产生这个药 产生这个药很不容易 我们不可能做这个 很大很大的一个动物的实验 所以我们选择的是quail Japanese quail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里有两只小鸟 各位晓得就是说 小鸟的话 你如果把它 就是说把它放在它的back的话 它马上就会flip over 它站起来 跟猫一样这样子 它要站起来 那各位可以猜就是说 这里两只小鸟 哪一只是有病这样子 OK 那有病的 这只是有病的小鸟 它没有办法翻过来 因为它很弱 它的肌肉很弱 它没有办法翻过来 所以我们这个药 有没有效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 就是说给这个药 给这些有病的小鸟的话 看看它能不能够翻过来 这样子 结果我们做了 七次的injection 大概是两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小鸟能够翻过来了 OK 然后另外一个test 你可以做的话 这些小鸟的话 你如果hold their legs upside down position的话 这些小鸟会想要飞掉 OK 所以这个是正常的鸟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你hold their leg upside down position的话 它想要飞掉这样子 这个是有病的鸟 它没有 它是很僵硬的 没有办法去要飞了 那这个是后来我们 治疗七次以后的 各位看出来 它就是想要飞走这样子 那如果等一下有时间 我再跟各位讲 这个背后的故事 不过我想最重要 我们还是要讲 这个movie里头的一些小故事 所以后来的话 我们开始的时候 是做了一个clinical trial 在1999年 finally我们有足够的药 有足够的药 去做这个clinical trial 我刚刚跟各位讲说 这个病可以在任何任何的年纪 那我们要做clinical trial 我们是要做大人的呢 还是要做小baby的呢 我们当初的选择是 我们要做小baby 为什么了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那个药的量有限 那大人是需要比较多的 所以我们就说 我们做小baby 第二个是 小baby诊断以后 只有几个月可以活 是最需要帮忙的 所以我们就要想说 那我们就针对 真正最严重的小baby 来做这个临床试验 第三个原因是说 临床试验的话 你要想得说 它有效没有效的话 那在小baby很容易 很容易知道 因为如果不治疗的话 90%它活不过一岁 所以你只要治疗几个月的话 你就晓得说 这个药有效没效 所以是这几个原因下 我们决定 开始的时候 临床试验是做 是做这种最严重最严重的 这个小baby 因为大部分 他们活不过一岁 这个是 所以我们当初开始的时候 是准备了 这药的量 是足够三个小baby 只有三个小baby 而且我们也怕说 万一这个药有效的话 我们如果不继续给这些小baby的话 那它可能停药的话 可能又会恶化这样子 所以我们当初准备的量是 足够给三个小baby 然后每个小baby 至少能够有两年的治疗的 所以那个量有限 但是这个是我们的准备 我们那时候写 就决定就是这样子做这样子 好 这个问题就来了 我们很快就收完了三个 很严重的这个小baby 然后做我们的临床试验 第四个小baby出生了 第五个小baby出生了 因为每个礼拜就有一个小baby 这样就出生了 那所以我们就压力很大 他们家长就认为说 他只晚生了一个礼拜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够 把他纳入临床的试验 这样子 当然我能够了解父母心 他唯一的希望 就是说现在有人在做临床试验 虽然不晓得是不是会不会work 但是 但是这是唯一的一个希望 所以他们都要进来这样子 在 香港的话 那大家可能会透过很多的媒体啦 来跟我们 关说啦 或者是你们的特首啦 你们的议员啦 来关说这样子 美国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 是美国的Senator Congressman 甚至是White House 他们都来关心这个事情 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 收更多的病人这样子 OK Duke大学为了这件事情 成了一个就是Office 专门在 他们晓得说 我不会 我没有办法应付这些媒体这样子 所以他们成了一个Office 来帮我回答这些 这些问题这样子 那 那后来开始在 就是他们觉得说 用Senator也没有办法了 那时候就开始到用媒体的压力这样子 那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有一个medical journalist Denise Grady 我相信那个各位做medical report的话 都晓得是 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journalist 专门在写跟那个疾病有关系的 medical的news这样子 他说 他要写一篇报道 他要写一篇报道 就是 为什么 就是我们 in quest to cure a rare disease some get left out 那我是 拜托了 学校也拜托了说 不要写这样子的信 因为这样子的话 不要写这样子的报道 因为这样子的报道的话 那很可能是引起大家的不谅解这样子 那我们可能整个clinical trial会被shut down 我当时最怕的就是说 我们整个临床试验会被 因为他们说 我们没有准备足够好的药 就开始做临床试验 所以我们很担心很担心 这样子的事情会发生这样子 所以我一直拜托Denis Grady 不要写这个article 但是他说 在他做一个journalist的立场的话 他有责任报道 他说 不见得是坏事 他说 你说不定会得到更多的support 这样子 他说 他给我一个机会 去把我认为说 为什么我们不能收 更多的小病人的原因讲出来 这样子 所以我就写了这个一封信 那第二天 他就把我的这个article 登出来了 他一字没有改 就是这个完全是我写的 但是这个标题是他放的 他说我是一个无助的医生 这样子 不过其实这个也好 后来大家晓得 我是一个无助的医师 就有很多人要来帮忙我 那大药厂也进来了 大药厂也进来来帮我们了 那这个就是背后的原因 这个电影上的这个 那个父母亲呢 那两个小孩子 他们不是最严重的 当然他是很严重 各位可以看到他们 是在做 然后需要呼吸器 但是他们不是最严重的 OK 那所以我们没办法说他 所以他才说 好 那他自己去开一个公司 他要做这个药厂 后来 有一个 reporter 这个是 Wall Street Journal的一个reporter Gitter Annette 一个年轻的一个小女孩子 他说他听到 他小小的这个故事 这个爸爸为了 那个两个小孩子 那个放弃一切 然后要去 就是要救他们的那个小孩子 他觉得这个故事是 美国是英雄主义 他认为这个爸爸是 是值得写的 所以他就是 他前年后后访问我 一共18个月 然后他把这个 他一共后来是访问了 大概三四百个人 然后他把这个爸爸的故事 为了救他自己的 那个小孩子的奋斗的过程 他把它写出来了 那这个电影的故事 是根据这个故事拍的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买这本书 看看 好 所以 当初好莱坞 传出说 要把这本书 那个 拍成一个电影的时候 那 已经传出来说 Harrison Ford 他要拍这个 拍这个电影 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 台湾的媒体 他们对这个兴趣 他们 他们就觉得 这个很好玩 这样子 他们觉得说 这个 这个是 very colorful 所以 他 他说 他们认为是 Harrison Ford 他把叫做 福伯 Harrison Ford 福伯 他说福伯要出来 出来演这个电影 那他们就在猜说 那谁要 演 我的角色 OK 那 所以他们就猜说 是这一位 各位的 很熟悉的 那个 发子 周润华 要演我这个角色 其实 其实这个是爆拍的 其实 Harrison Ford 他有兴趣演这个 也 把这个拍成一个电影 但是 当初 父亲 有这两个小儿子的时候 父亲是 三十岁 OK Harrison Ford 太老了 所以 他后来找到 Brandon Fraser 所以后来找到 Brandon Fraser 演这个 爸爸 然后他自己 就演这个 Scientist OK 所以这个是 那个 背后的 一些 小故事 好 那我刚刚讲 就说 纽约时报报道以后 就很多人 很多 那个 包括 大药厂 他们就进来说 他们来 帮助我们 发展这个药 这样子 在当初的时候 在 发展 研发这个药的时候 其实有四个group OK 一个是 我们在Duke做的 那个是 这个是 Chinese Hamster Overy Sale 那另外 这个 这个是个大公司 这个后来是 把 进来帮我们 把这个 药 做了更好的 公司 他们自己也做了一个 用我们 用Duke的一个 Technology 也做了一个 Chinese Hamster Overy 的药 这样子 那另外 欧洲 欧洲有一个公司 它是从 那个 Rabbit Milk 小兔子 小兔子的奶 然后来 做这个药 这样子 OK 那 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是 电影里的 那个 巴巴的一个公司 它 做成了 另外一个 药 这样子 OK 所以 所以当初 这个 杰然这个 大公司 它要往下 发展的时候 它一定要想说 哪一个药 最好 现在有四种药 它可以选了 它说 那我到底是 我要拿哪一个药 往下去 去发展 这样子 所以在实验室里头 他们做一个 blind study with four drugs coded in different colors green blue yellow and Macintar 就是说 做的人不晓得 他只是把这个 四个药 用不同的颜色 这样子 OK 然后就是 交给实验室 然后你们去做出来 你们告诉我说 哪一个颜色的药 最好 这样子 OK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是比较客观的 客观的一个做法 那 那这个实验是用 NASO已经有 小老鼠的 Pompe disease了 所以是用 小老鼠的一个model 做这样子的一个实验 side by side comparison 这样子 那结果是 the winner is yellow 那这个 yellow 其实就是我们 Duke做出来的 的药这样子 再来的话 所以 这个大药厂的话 就用 我们的 NASO的 这个technology 那后来是 他们在in-house里头 也用同样的technology 做了 做的这个药 然后 开始在做 大型的临床试验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出来 这个药有效没效的话 只要看看他的 看他能不能活过一睡 这样子 那这个是没有治疗了 各位可以看出来 那个大部分 大部分就是 在一岁以前就过失了 OK 然后 但是治疗的话 可以看出来 百分之百 在我们 他们都可以活过一睡 这样子 所以有效没效 是很快我们就知道 那其实这个是很有效的 很有效的一个药这样子 当然我们也看他的那个heart 那个心脏的size 然后我们也看了他的那个运动的发展 这样子 那这些药的 这个药的都对这些病人很有帮忙这样子 那当然是后来也除了除了小baby以外 也在那个大人的Pompe disease也做了trial 那这里是有些在还没有治疗以前 需要呼吸器 然后治疗以后可以不需要用呼吸器 这里有两个当初那个开始治疗的 the adult的patient这样子 我想我就跳过这个 那这个是最后一张slide 我要跟各位看 就是1999年我们做了 开始了就是那个三个小baby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治疗结果 最好的最好的一个小病人 那为什么他能够治疗的结果那么好 因为他的哥哥也有这个病 他的哥哥在一岁的时候就过世了 所以在妈妈的怀孕的时候 他要我们帮他做一个叫做产前 Prenatal的一个diagnosis 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 Prenatal diagnosis的时候 就发现说 这个小baby也有这个病 但是妈妈她是 他们决定说 他们要keep这个pregnancy 他晓得说 我们在准备clinical trial 但是我说 我不能够guarantee 他出生的时候 我们能够帮他进入这个clinical trial 不过anyway 他就继续有pregnancy 那刚好是我们开始clinical trial 他出生了 所以他就是在三个礼拜 我们就开始治疗了 所以在开始治疗 然后八个月 然后一岁两岁 到现在的话 他已经是十三岁了 各位可以看出来 他是相当一个正常的 一个小 那个teenager了 那他现在是 这个Prenatal disease的代言人 非常非常聪明 在学校那个功课非常非常好 好 我想我就讲到这里 因为我们在场的话 还有我们有 actually蓬佩的那个病人 还有蓬佩的病人的家长 也在这里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多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请教他们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多谢陈教授的精彩演讲 下面让我们进入问答环节 请陈教授就座 OK 有请邓亮孙教授 为我们主持问答环节 相信各位已经有一些问题了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在理台中部会有麦克风 有疑问的同学 可以到前面随时发问 如果台前的嘉宾想提问的话 也有工作人员为你们提供协助 好 下面将时间交给陈教授 与邓教授 谢谢 我想今天演讲很精彩 我看同学里面也不一定 只是有biomedical field的同学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演讲 非常的精彩的地方 因为我们联合学院 到访学院 一系列演讲座 也跟基因有关 就是说几年前 我们邀请到张亚平教授来 他告诉我们今天的秘密 就是我们都是非洲人 就是所有人种都是从非洲出来的 那么昨天我们听到 陈教授告诉我们 你一出生的时候 你可以验你的基因 那么你记得 你对什么药有效 对什么药有敏感 不可以用 所以就是已经有一个 到一个诊断的阶段 今天更厉害了 我们以前的curse 就是诅咒 就是你有基因病 不可以治疗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基因病是可以治疗 所以这一系列 这个科学的发展 把基因活生生的带到我们生活里面 所以比如说 五年之后 你去看医生 你是带着你这个 基因基尿的CD 你这个 你的all genome has been sequenced and you bring a CD warm of your data to see a doctor 所以这个是真的事情 然后 那么里面就有很多 ethical, legal, social的issue出来了 比如说 你的基因政府没有看到 政府以为 觉得你这个基因型 不适合做公务员 他就不请你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解析 ethical 伦理的情况 所以基因迎到我们生活当中 所以我也鼓励大家 就是你不是medical 我把logical field的朋友 同学也可以 直接的发问 因为陈教授明天就走了 所以有问题的 马上把握 把握机会 我讲得太长了 大家有问题都忘了 在后面 后面 陈教授 你好 我是联合书院二年级的学生 我想问一下 你从研究新药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 比如说是财政上的筹款 或者是病患家属的感受 也要顾虑很多 请问您是怎么坚持下去 怎样去面对这些困难的呢 我想跟各位 share一下 那个 各位小的就说 在实验室里头 做research的话 做研究的话 大部分的实验都是失败的 就是说你如果做十次有一次成功 你就很高兴了 这样子 那 我们在发展这个要的过程 其实是有很多的 我的学生 还有我的postdoc 我们一起做的这样子 那常常是 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 在要把这个 要生产这个药 然后又带有这个标志的话 那时候是相当困难的一段时期 这样子 所以我们有很多 大部分的实验都是不成功的 那不成功的话 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讲说 我们在实验室的不成功 其实只是一个小挫折 但是 对小baby的话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挫折 因为他们我们实验不成功 我们在repeat 在repeat 几个月就可能会有成功 但是小baby 没有那个几个月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 有一个一直在鼓励我 鼓励我的学生的时候 我们 我都把我的学生 带到临床上 去看这样的小病人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我们一直在鼓务 我们自己就是说 实验上的失败 这个是对我们是一个小挫折 但是我们要继续努力 因为对小baby 是一个大挫折这样子 那 我的学生是 常常就说 哎呀 那我什么时候毕业啊 不过他们都是坚持下去了 坚持下去了 喂 哎 陈教授 我想问一下 就是 我之前听过一个心理学的专家 他就是讲那个 很多心理学疾病 其实都是有遗传的因素嘛 然后他 但他就是说 心理学的治疗方法 就是包括吃药什么的 来治这些depression 或者CDE什么 ODE什么的 都是治标不治本 就是说 你不能改变遗传基因的话 其实是不可能 就是根治的 就是我想问一下 在未来 就有没有可能 真的可以通过改变 遗传基因来治病呢 呀 我想这个是 很好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 现在我们的 很多很多类药 其实是 那个治症状 只是改善那个症状 并不是对疾病的 那个根本 去做治疗这样子 所以就是说 头痛 就是 疑头痛 其实头痛的原因 可能 可能underline 是一个 psychiatric disease 但是我们只是说 把那症状解清了 问题是 目前的药 大部分的药 因为 我们不知道 疾病的 真正的 那个 那个原因在哪里 就是说 它是什么样的 经营 是一个经营呢 两个经营呢 很多的经营 才改变了 才有这个疾病 这样子 所以目前的话 最大最大的研究 其实是在找 new target 包括很多 那个精神病 精神方面的病 像那个 躁郁症啊 忧郁症啊 那个 精神分裂 现在都有 很多很多的 这样的study 再看看 是哪些基因 造成 这些疾病了 基因知道的话 那我们就有一个 new target 然后用这个new target 去发展 新的药 会更有效 这样子 谢谢 陈教授你好 就是刚刚和那个同学的问题 有些相似 也就是说 有没有这种继续来研究 比如说 查找有几个 关于那个GAA IZAM的基因来 然后以后 再从基因方面 再继续做 它有没有再继续 这样研究的意象 然后第二个问题 是和昨天的讲座有关 就是比如说 青霉素过敏 就很容易的在注射前 给诊断出来 但是像昨天那种病 它有没有一些 比较方便的Kit 就是试剂盒来诊断出 它有没有那种基因 比如说 它已经需要那个药了 但是你要再给它诊断基因 可能需要很长时间 会耽误那个治疗 有没有那种方法 好 治疗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这个药的话 那个是有效 但是就是要长期服用的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用基因治疗 就是说把正常的基因 一放进去 然后正常的基因 就一直在制造这个GAA 那这个是最ideal的一个 我们认为就是说 最完美最完美的治疗 是只要做一次 然后你就cure了这个disease 这样子一样 那现在的Gene therapy的问题 是还是在那个safety的 就是说你把一个镜放进去的话 我们没有办法把它control得很好很好 像正常的基因一样 那它很多很多很多时候 这个放进去的基因 它变成一个tumor 变成一个cancer这样子一样 所以这个是目前还必须要克服的问题 但是在基因的那个治疗的话 在局部的 比如说眼睛的病的话 只打到眼睛里头的话 那个是已经有在做了 已经有在做了 但是对这种像Pompe 它是一个systemic disease 是一个全身的病的话 那个是大家都还很怕 就是说它会引起很多很多 不同的副作用这样子 第二个问题是说 关于这些药物过敏的基因的研究 那如果你找到基因的话 其实要做这个检查的话 很快一个小时就出来了 就抽一点血就一个小时就出来了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要去做研究的话 你要sequence所有的基因的话 那个都是在研究的地段 就是说不可能在临床上的应用 在临床上的应用的话 你一定要说病人来了 然后你抽点血 马上就知道结果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知道基因的话 就可以在临床上 就是可以做得到的 陈教授你好 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想问一下 你研究出来的那个药 是可以修复它的基因 还是只是能够治疗这种症状 它的后代依然有可能得这种病 这个药物是针对这个疾病的 因为它缺少这个GAA 所以是针对这个疾病的 但是它就是要长期服用 它现在就是每个月要做两次 每两个礼拜要做一次治疗 这样子 对 那就是说它的后代 还有可能患这种病吗 什么 它的后代依然有可能患这种病吗 你说这些小孩子那现在治疗 那长大了结婚的话 它的后代会不会有这个病 这个是隐性遗传的疾病 所以除非是它结婚的对象 也带有这个基因 不过这个几率很少很少 所以是就是说结婚再会有这样子的小孩子的话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小 我不能说没有 但是很小很小 那我第二个问题是 我曾经看到比如说1990年左右的时候 中国有一些神工的那种江湖骗子 然后他们也许假称是道士或者什么的 然后说他们练的丹药可以治百病 然后包括现在经常有那个radio什么的上面放一些广告 就是他们做的像专家座谈一样 也是称可以治疗什么病什么病的 但是我就感觉很不肯靠 您觉得怎样能使大众去分开科学和这类东西呢 我想是我们做科学家的话 是evidence-based 所以一定是要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然后来证明是有效没有效 那我相信是在中国的传统的医学 还有我们的宗教里头 是有一些是有效的 成本是有的 方法是有效的 只是我们必须要用更科学的方法 去证实它这样子 其实有一些是已经被用科学的方法证实了 请教授您好 就是我是一个医科生 我看到您这样的一个讲座 也接受了这样的讯息 我感到非常感谢您的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贡献 我有两个问题 虽然我是医科生 但是我并没有接触到这样的病人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样子我怀疑我的病人 有这样pompous这样子的疾病的话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检查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样的药物 它的费用贵不贵 香港有没有贵 它是口服的吗 还是其他方式 用于病人的 谢谢 其实这个 要诊断这个病的话 其实很简单 抽个血就可以 诊断这个病了 然后这个治疗的话 我们现在晓得就是说 越早治疗的话 结果越好 那其实是在台湾及美国 有一些州 都已经在小baby出生的时候 他们就做这个检查了 就是说 它是一个newborn screening的一个item 所以他一出生的时候 还没有那个 就是症状 没有symptom的时候 他就晓得说 是不是有这个病了 那有的话 他们就很早治疗 这样子 那这个是最好的 那个治疗的结果 这样子 这个药物是 六年前 2006年 在美国上市 所以是 你可以在 有这个病的话 医生就会开这个药 这样子 欧洲也是上市了 也是差不多到 六年前这样上市 在全世界是现在都在用了 包括香港 香港的病人 也在用这个药了 那这个药是要 可惜的就是说 它不是一个 一个gyn therapy 所以它必须要说 要长期的服用 我说 现在还是想要说 我说 我说 你 陈教授 陈教授 就是我想问 是不是在理论上 theory theoretically 上说了 如果 人类 每个人像你一样 用15年 夸800 million dollars 然后呢 有很多学生 是不是所有基因病都可以治疗了他的symstem 还有第一个问题就是 更advanced地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基因上改变 这个人类有问题的基因 是不是连药都不可以 都不用用 就可以治疗所有基因病了 就是改变这个基因 是不是 理论上theoretically is possible 你晓得说你哪一个基因有defect的话 你可以correct 但是reality is we are not there yet 我们还有long long long way to go 那我是不晓得说 这个是不是会actually will happen 我不晓得 因为不管怎么样演化 你会有突变 你会有新的基因的突变 所以这个是你即使能够治疗某一些 但是有新的病会出来这样子 环境也是一样 你的演变有一些像sauce 本来只是在动物上的 它一演变的话就跑到人身上了 所以我们是一直一直在变化 我们的基因在改变 那个virus的基因也在改变这样子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不是god 我想我们就是要面对我们的现实这样子 然后我们去努力这样子 就是我想问呢 改变基因 就是在这个人还未出生前 就改变他的基因 然后收服他的有问题的基因 是不是所有基因病都没有了 在这个世界上 是不是 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一个婴儿出生之前 就改变了他的基因 收服了他有问题的基因 是不是他就没有认可的病了 我真的想喜欢你这个问题 是啊 我就是这个问题 就是他是不是百毒不亲 我很喜欢你这个问题 但是很难答 这个是一个比较天马行空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依照我们这个想法 一直伸延下去 就有这个情况出现 但是我们距离这个时代 可能是2100 可能一百年之后 我们可能 we have the ability to correct the gene before the baby is born 现在还是theoretical 陈教授的刊法 他对你的刊法有兴趣 对我的刊法没兴趣 太后 我们还是说生出来以后再做 那很多的话argument就是说 我们生出来以后再做 为什么要在 fetus 里头再做 除非那个病在 fetus 会对 fetus 有影响这样子 Science 一直是走在 就是我们的 LC 的前面这样子 对 那我想这个 要对一个Scientist来讲 Scientist是说 是这个东西我可以在Science 里头做 但是是不是应该在人身上做 我想那个是有一段的距离 这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这个是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了 是不是一个 moral question 对 伦理的问题 我想不只是 应该说是一个 AOC 的问题 AOC 的话就包括 ethic 就是你刚刚讲的 moral 对 然后包括 legal 的问题 对 包括 social 的问题 所以这一项我们都要考虑这样子 好 谢谢你 呃 陈教授你好 我想问一个就是 ethical 的问题 呃 就是 就是 pulpit disease 就是很很很很 rare 的 disease 所以说在研究这个药的问题上 已经很 没有太多人愿意在研究这个药 因为很小的人会有 会有这个病 所以说 嗯 也认为 如果这个 嗯 这个病人如果他将来 会生小孩的话 嗯 会生小孩的话 嗯 虽然 嗯 这个小孩的 有这个病的机会很小 但是 嗯 嗯 怎么说呢 嗯 这个病 已经很很 rare 但是 嗯 这个病已经很很 rare 但是 很 很小的人会会 呃 会再研究 这个药 所以 嗯 这个药不会再进步了 所以 呃 这个药只会治标不治本 所以 呃 你认为 生孩子应不 呃 这个患者生孩子应不应该呢 就是说 呃 这个药只会 这样会停 我 我认为 停留下 之调不治本的地步 因为太 太稀有了 这个病 啊 谢谢 你可以重复一下 你 你 这个你可以重复一下 你 你 这个可以复一个 用复材的 或英语的 呃 美梁 因为 这个病 因为 这病很手 疾病 所以 我认为 很少的科技工程序 不会继续的研究 to make a better cure or therapy on this disease, so I think it's not... It will not be more effective, so I don't think the patient can have the next generation, if the next generation will have the disease as well, I don't think they will get a better therapy, because they can't get a better therapy because I just don't think they can get a better therapy, because the disease is so rare, and this is too difficult to do research on this dis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Dr. 其实这是过去的,过去叫做ofen disease 其实这个是rear disease,在美国是叫做ofen disease 但是这是过去的,过去叫做ofen disease 在美国还有很多,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一个叫做ofen disease act 这个ofen disease act就是鼓励这些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去develop this treatment for rare disorders 所以这个是有被保护的 所以是除了我以外,还有很多人 那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其实当初我们做的时候 同时还有三个group 在全世界也在发展这个药 那怎么样去,这个药有没有在改善的 further improvement?有 也有人在研究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drugs 有人在研究更不同的approach 甚至包括那个gene therapy的approach 所以我想大家不要怕说rear disease没有人去研究 其实大药厂现在都对rear disease很有兴趣 所以你的问题是一个real problem 但是美国他们要这个罕见病法力去保障 这些罕见病人的权益 台湾也有,但是香港没有 所以要是谁是law school student 请请你们想想这个project 谢谢 好了,我们把握时间 还有问题吗 好了,那么没有的话 我们再一次 谢谢,感谢陈教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解说 请二位教授刘布 再次衷心的感谢陈元崇教授的精彩演讲 真是让我们获益匪浅 同时也非常感谢邓亮升教授的主持 令讲座更见内涵 未向二位学者表示谢意 书院特别准备了纪念品致送二位 现在有请联合书院院长余继美教授 以及到访杰出学人委员会主席蒙美林教授 上台致送纪念品,有请二位 非常感谢陈元崇教授 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讲座主持邓亮升教授 谢谢余继美院长 以及蒙美林教授 做人的台域 非常感谢 感谢观看